现在很多年轻人 人家说愤世俗 看见对社会的心理很多不平衡 他写了一篇对有名的人和平凡人的差别的打游诗 打游诗蛮好玩的 我给大家讲一讲 他说有名的人用完的东西叫文物 平凡的人用完的东西叫废物 有名的人喝酒称为豪饮 平凡的人喝酒叫贪杯 有名的人跟平凡的人握手叫亲切 平凡的人跟有名的人握手叫巴结 还有呢 有名的人强词夺理叫雄辩 平凡的人距离力争叫狡辩 有名的人做蠢事叫义事 传为佳话 平凡的人做错事情叫犯傻 招人耻笑 有名的人 有名的人蓬头垢面叫艺术气质 平凡的人不修蝙蝠叫流离流气 还有呢 他说有名的人发脾气叫有个性 平凡的人发脾气叫劣根性 有名的人无稽之谈叫明言 平凡的人谨慎之言叫废话 有名的人空话叫指导 平凡的人说实话叫唠叨 实际上这篇打油诗表现了现代人的不平心理 其实我们学佛人说 每一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才会产生对一件事物的不同的理解 佛法界讲世界没有不平等 只有因果 任何人的成功 任何人的失败 都有他的因果在里面 所以不要和人比 人比人气死人 那